哈喽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孙奥琪 最近原本的要伴给邵琪推荐了一款 智能存天罐 说的这个存天罐可以识别我们市面上流通的 所有种类的硬币 然后邵琪买过来看一下是不是骗人的 毛哩毛哩 就这么一个小东西 写的智能理财存天罐 液晶显示屏自动显示 适合存储中国所有流通的硬币 会辨别于记录每次土聚的币值 还在金额加紧负能 外表是这个样子的 哎 打开也太简单了 像一个大水壶 只不过它这个上面有一些区别 一个显示屏 从密器加紧 这样挪开真的像一个大水壶 这是它的说明书 如果真的像它介绍的那个样子 它还是非常牛的 像我们平时这一把硬币里面有五毛的 一块的也有一毛的 如果懒得锁的话 直接一股脑全部放到这个存天罐里 它就会显示总金额吗 我们来试一下 那装上电池了 它立马有一个显示 现在是零 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找一个普通的一块的 诶 一块钱 真的识别住了 再来一块 一块加一块两块 它直接计算出里面能够有两块钱了 厉害 那五毛的呢 五毛 先显示了加五毛 然后加起来两块五 对了 一毛 两块六 绝对准确 我去 那这种新版一块的呢 新版一块的会比这个老板的要小很多 看上它不能识别出来 识别出来了 三块六 一毛 三块七 哇 这个以我想象的要智能的多 它不光能识别硬币 还能把里面所有的硬币加到一起 接下来我们就来稍操作一下 骗骗它 看它会不会伤到 这一枚是游戏币 和一块钱的大小非常接近 往里面放 看它什么反应啊 三块七现在 四块七 我算是懂了 它有识别硬币的功能 但是没有防伪的功能 我感觉它算是多少钱硬币 它就完全是靠那个攀度来测量 差不多大小的 它就有固定的值 直接输进去就对了 再来套罗套罗它 游戏币识别出出来 那我们这个一块的 放到一半 再给它拿出来 快看会不会显示的 放进去了 现在里面四块七 放一半再抽出来 五块七 六块七 七块七 真纯入五毛的 八块二 八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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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东西虽然有一点点智能 但是 和我们人人的大佬来比的话 它还是比较逊色的 你老老实实地往里面垂硬币 它是准的 但是如果你对它耍一些花招的话 它是没办法识破的 无论是 相同大小的游戏币 还是你放到一半再抽出来 它都不能识别 不过这个小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价格不是太贵 29块钱我买不来的 屏幕前的你认为29块钱这个半智能的存钱罐值不值那 可以在评论或弹幕中留言 别忘了帮上期视频 点点赞哦 我们评论期见 拜拜